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到桃园市来试查交通建设 而其中大西民众相当关心的国道3号 衔接台66线增设系统交流道工程 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超过32%了 比预定进度更超前 而市长郑文燦表示 113年7月完工之后 将能改善现有交流道拥塞问题 国道3号衔接台66线增设系统交流道工程 契约金额达31亿 在108年12月开工 工程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到大西考察 也说明工程进度 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往后公路建设将以健全道路系统功能为目标 过去在东西巷跟国道的连接 的确在桃园的这一段 跟国山的部分当时没有连接起 我们现在就把整个系统交流道 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连接 这几年在郑市长的主政之下 不管是公务建设 轨道建设 都帮桃园留下一个百年的基础 国山衔接台66增设系统交流道 陆续完成部分扎道的墩柱桥台 桥梁结构也持续延伸 目前进度已达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二 在北二高街66快速道路 进度略有超前 会在两年半后完工 113年的7月通车 由于大西是著名的观光区 长久以来饱受交通拥塞的困扰 国山衔接台66增设系统交流道工程 能有效疏解国山大西交流道尖峰时段 主线以及扎道交通回堵的状况 目前来讲我们知道说国山跟66之街 只有针对北上的一个车流 做一个杂道的一个控制 但是未来的话还是希望说 在整个南北的一个双向杂道的部分 能够都各自一个杂道 能够真的是有效对于我们整个的 交通量的一个疏解 能够大幅的一个提升 地方期盼这项工程顺利在113年7月完工 能让驾驶人摆脱塞车的困扰 针对苗城那是wr9anish Creesty 这内功证程实味道 对 Shoutys会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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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比粧骼